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元素 还有一个是它的阴柱 在我们的阴孔里面 它的面板和背板之间有一个有弹性的阴柱 以改善面板和背板的争动的阵幅 希望它们能够达到一致 改善它的公正 那么Goffer Wood 戈菲木的英文 它本身是指在圣经里面的 用了以建造诺亚方舟的物质的术语 所以说它表达的是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 那么这个是一个寒蝉的信号 它是标准的接同性 那么作为它量蝉里面的顶级型号 几尽可能的把所有奢华的相见都做了个遍 既A的标准的筒形 它的面板藏的是seed cast bruce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吸体卡的云扇的颜色 非常的深 它是采用了烘焙技术 热处理 让面板的结构更加稳定 就像一只老青一样 我们知道一只圆木色的琴 一开始非常的浅 时间长了以后 会慢慢氧化成这种暗色金黄色 那么它的阴孔花环 则是采用了石木的象嵌 它的琴码 bridge 则是采用了乌木和风木 那么风木做了着色的设计 那么它的这种琴码 其实我们看来就像诺亚方舟的一个船的形状 它的纸板 fingerboard 都是采用了五亩 同时上面有motherpole 珍珠母背的象嵌 它的背板和侧板 则是采用的rosewood 玫瑰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中线 有母背和石木的象嵌 其实这种象嵌跪滚 就相当于是马丁的四五的规格 同时我们可以看它输出的尾钉 也有一个蓝色的母背的象嵌 它的使劲器则是采用了三颗旋钮来调节的 双膜的神迹 音量 音调和麦克风的比例 那么同时它的输出也非常的华丽 展现了高缝物在它的顶级型号上的诚意 非常有代表性的十字形的琴头 那么这个材质是采用的梅宝峰墓 同时上面是玫瑰木的甜面 那么它的卷弦器采用了金色的 沟桃的510卷弦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琴头的后面 也有玫瑰木的甜面 同时琴头有一个金色的高缝物的金属的配重 它的琴锦的内克 则是采用了Mahogany头花心木 同时配以乌木和风木的5拼的技术 做了一些斜切 因此在握持感的时候会感觉到相当的舒适 作为它独家的音色的秘诀 Goffer Wood在这支琴上同样配备有音柱的技术 那么这个它的材质采用的是风木 里面有弹簧的结构 因此它能够让面板和背板之间的共振 得以有效的连接 让音色变得更好 好了 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歌飞幕的G920 RCE的声音吧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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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